大家好,我是三嫂 三哥说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不想煮饭 刚好我这几天也不想煮 今天来个简单的西红柿炒饭 现在把番茄切一下 这个土也去掉 切个十字花档 然后又开水烫一下去皮 昨晚吃剩的米饭来把它打散 打散后来加两个鸡蛋 把它搅拌均匀 让每一粒米饭都沾上蛋液 吃不完的米饭就不会浪费 搅拌好就放一团备用 锅腿才能切成丁 番茄也烫好了 把皮拔掉 再把番茄切成丁 锅中热了些点油 先把米饭炒干水分 米饭炒干水分后把它盛出来备用 面起锅油热下番茄 番茄炒出之后来加一点番茄酱 如果不喜欢的也可以不用加番茄酱 再倒入炒好的米饭火腿丁 来调个味 加一勺盐 小鸡的生抽 又来点葱花 把它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西红柿炒饭就做好了 简单方便 营养又开胃 家里的孩子都抢着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 来说一下 咱们开启会 来说明天有什么东西 最后一样 咱们开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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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开启会